大家好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解第四題 第一題形錄說 猜猜數數合則為正確 所以他A說 因為4等於5乘以0.8 所以4是5的倍數 這也錯 因為在分倍數和因數的道理當中 沒有包含小數 所以A是錯的 B 他說只要是9的倍數 畢竟是3個倍數 這也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9本身就是3個倍數 C他說兩個負值的等數當中 一定有一個是直數 負值是什麼意思 負值就是大一 最大公益數為1 所以他不一定是 所以他裡面不一定有直數 像是4和9 4和9他們的大一有為1 但4和9都是核數 所以主選項他說 91不含有2的因素 不含有3的因素 也不含有5的因素 所以91是直數 這不一定 因為9 因為你是核數的話 你不一定要有2 也不一定要有3 也不一定要有5 你也可以有7或者其他 像91 91我們把它做直因素分解的話 就會變成7 7乘13 所以主選項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是B